世界上最拥挤的10个地区 第一名人口密度是台湾的2500倍 我们都知道 在地球上 人类的居住面积分布并不均匀 95%的人类 即使只生活在地球10%的土地上 如果你恰好生活在大城市 你可能认为自己生活的城市 已经足够人口密集 但请先等一等 我们有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 可能还会让你大吃一惊 今天大郎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全球人口最稠密的10个地方 那里的拥挤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第10名 马列岛 马尔地夫 对于那些寻求宁静轻松假期的人来说 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方之一 在岛屿上建立城市 面临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空间实在太有限了 随便计划建造一下 土地用完了 而这正是马尔地夫的首都马列 所面临的困境 马列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之一 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拥挤的首都 在地图上 估计只有用显微镜才能找到它 历史上 马列岛一直是马尔地夫活动的中心 也曾经是国王城堡的所在地 但这只有5.8平方公里的可怜岛屿 竟然密密麻麻地居住了15万人 人口密度 达到了恐怖的每平方公里2.5万人 是人口大国孟加拉的整整24倍 为了多盖几栋房子 这里的公路只能被迫兴建为单行道 人们出行确实很麻烦 道路不是很宽阔 若是在上下班的时间会更拥挤 不得不说 马列的中文翻译还是很贴切的 马列的意思 不就是等于马尔地夫在说它很累吗 第九名勒瓦鲁瓦佩雷 一般人的印象里 只有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亚洲 和拉丁美洲国家 才会出现人口极为密集的情况 但你可能不知道 在发达的法国巴黎 也同样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方之一 位于巴黎市郊的勒瓦鲁瓦佩雷 每平方公里竟然居住住2.8万人 成为了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我们知道 发展越早的城市 就越可能出现爆量人口 而巴黎早在公园10世纪 就被法兰西王国列为首都 在城市基本面貌成形时 人们的交通工具非常不发达 因此 自古就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巴黎市中心 一直要到现代汽车问世 加上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普及后 原本住在市中心的居民 才开始往郊区迁移 而洛瓦鲁瓦佩雷 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短短6公里 变成了最佳的替代选项 于是很快 这个小镇 成为了许多公司的工厂所在地 包括爱菲尔公司 也就是说 爱菲尔铁塔与自由女神像的部件 都是在勒瓦鲁瓦佩雷建造的 尽管那些历史悠久的公司 现在已经不存在 但现在这里 仍然是一些化妆品 和汽车制造商的总部所在地 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想继续在这里生活的原因 第八名 太子岗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 海地的首都太子岗 这是一个位于海地西海岸的 钢纳富湾内的城市 几百年来 这个城市 一直是加勒比海重要的贸易中心 太子岗位于海地西境滨海地区 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 当地确住了将近100万人 人口密度也达到了 2.8万人每平方公里 然而这个城市的国民 人均年产值只有1800美元 低收入加上高度人口密集 让当地的犯罪事件频传 警务贪腐的问题更十分严重 2021年 甚至爆发震惊意识的 总统遇刺事件 当时的海地总统莫伊兹 遭凶徒持重型武器攻击丧生 事发地点就位于太子岗的总统私宅 虽然当前太子岗的社会秩序 仍处于崩溃的状态 但这里也曾富裕过 时间拉回18世纪 当时的海地作为法国殖民地 法国人在这里开辟甘蔗园 并从非洲引进大量劳动力资源生产 牵手将海地打造成 当时世界最富裕的殖民地 当地的人口数也因此快速成长 然而无论地区产值多高 殖民地子民始终被视为次等公民 海地人在18世纪末展开独立抗争 虽然最终成功击败法军 但没想到却是他们悲惨国运的开端 独立后的海地天灾人祸不断 除了种族侵袭 政变与外交恶化等问题 2010年一场大地震 更直接摧毁太子岗 那场灾难中 有超过23万人失去了生命 时至今日 海地的经济仍未能复苏 政治局势更是无比黑暗 第七名巴蒂洛斯镇 巴蒂洛斯镇位于马尼拉都会区的中心 算是面积最小人口也最少的地区 但却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 你可能都不敢相信 这个地方只有1.76平方公里 但是却住住近64000人 这一位住每平方公里 平均约3.6万人 巴蒂洛斯这个名字 源自当地的鸭子养殖业 一位在19世纪访问过的美国外交官 曾经说过 他从未在一个地方见过如此多的鸭子 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那可能是因为 在1899年到1902年的 菲律宾美国战争期间 巴蒂洛斯曾经是美军的主要营地之一 这个地方 给访问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华盛顿州有一个城市 也被命名为巴蒂洛斯 今天的菲律宾的巴蒂洛斯 仍然与鸭子养殖业有助密切的联系 特别盛产菲律宾一种特色美食 叫做毛鸭蛋 那是由孵化17天左右的半成熟鸭胚制成 沾住盐或淋上料汁吃 所以 如果你喜欢感受人口密集的烟火器 又或者是鸭子 我强烈建议你来一趟巴蒂洛斯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第六名 马尼拉 虽然马尼拉是菲律宾的第二大城市 但是它占地面积却远小于其他城市 这个城市在1571年 被西班牙人正式建立 但实际上在那之前 至少也有300年的历史了 马尼拉 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电蓝之地 因为在过去 这里曾经有大量的 含有蓝色染料的植物种类 这些蓝色的染料 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珍贵 作为全球最早的全球化城市之一 马尼拉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太平洋贸易的中心 拥有185万人口的马尼拉市 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 承载超过4.1万居民 大量人口为整个区域 带来庞大的产值 约占菲律宾全国四成的GDP 但也为当地带来严重的都市病 其中最突出的 就是极端悬殊的贫富差距 像西北部的汤都区 便是菲律宾著名的贫穷区域 也是马尼拉犯罪率较高的地方 然而就在十多公里外 却坐落出金币辉煌的城市 这里名叫马卡蒂 号称菲律宾的华尔街 当地遍布银行外商与百货公司 以及西装笔挺的人群 第五名圣克鲁斯岛 圣克鲁斯岛位于科伦比亚海岸 加勒比海中 它的面积一点都不大 差不多在0.012平方公里左右 也就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的大小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岛屿 不如说它是岛礁 虽然很不起眼 但却生活住90多户人 大约1200人在岛上居住 如果按照每平方公里计算 圣克鲁斯岛人口密度高达17万人 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最拥挤的岛屿 由于沉重的原因 这里不能兴建高楼大厦 所以房屋大多都是两层楼建筑 三层建筑都比较少见 这就导致 整座岛屿看起来密密麻麻都是房屋 完全看不到一点陆地 不少靠近海边的房屋 甚至有一半都延伸到海洋之中 整个岛上的公共设施 只有两家商店 一家餐厅和一所学校 其他房屋都是私人所有 除了专门空出的 半个网球场大小的休闲广场 岛上基本上找不到其他歇息的地方 而且 由于这里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耕种 所以当地居民的生活用品 全靠当地海军的运输 不过每三周只有一趟 因此岛上的物资非常贫乏 但即便生活环境不那么理想 这个小岛的居民 却对他们的家乡感到无比自豪 即使给他们更宽敞的地方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搬走 这里的社区氛围非常浓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对外界的人来说 这个地方可能看起来很混乱 但是这个小岛已经在这种状况下 稳定地生存了150多年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150多年 第四名 芝加哥 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城市之一 芝加哥是美国 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的超级大城市 虽然这里的常住人口高达900万 但却不足以 让它成为世界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而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坐落于这座城市的超级职业棒球队 芝加哥小熊队 一百多年来 小熊队的球迷就是狂热的代名词 即使知道会输的场次 他们仍请假到场 为他们的小熊队欢呼 他们也不会把小熊队的落败 称为输球 而是当作一场修炼 希望自己的主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可以继续加油 而在2016年世界总冠军的决赛中 小熊队竟然意外夺冠 连赢三局后又连输三场 然而在最后的赛段 小熊队员们顶住了压力 以4比3的成绩 逆转击败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成功夺冠 结束长达108年的冠军荒 这热血激昂又感人肺腑的情节 至今 还是美联社票选的年度最佳运动大事 于是在2016年11月4日当天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人气 可以和芝加哥相媲美 这场庆祝芝加哥小熊队 世界杯夺冠的庆功游行和集会 总共吸引了超过500万人 粉丝完全 包围了球队主场和附近的道路 城市局部 人口密度高达48万人每平方公里 球迷们凌晨三点就到游行沿线站位 芝加哥标志性建筑装扮成小熊队的主题色彩 沿途球迷的狂热 小熊队员的凯旋 一座城市的运动精神 在欢呼与礼花中史诗般绽放 由于周五恰逢芝加哥公立学校放假 众多家长可以带助孩子为球队欢呼 芝加哥郊区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球迷 都在这一天齐聚在芝加哥 这场被称为人类十大奇迹之一 的粉丝见面会 让每个芝加哥人都大开眼界 第三名 落实都华演唱会 要说起落实都华 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他素有摇滚公鸡的称号 这位英国国宝级的人物 早已成为乐坛传奇 至今75岁的他 仍在全球各地的音乐节和场馆上 唱住他的歌曲 不过落实都华翻唱了大量别人的歌曲 但即便翻唱 落实都华也展现了强大的音乐素养 听过他的翻唱 真的一时间都会忘了原唱是谁 往往 很多歌曲会因为他的翻唱而广为流传 因此他的每场演唱会现场 都有种呼风唤雨的感觉 1994年12月31日 落实都华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 他的演唱会没有像正常的演唱会一样 开在体育馆 而是开在了巴西里约热内卢 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 350万人出席了这场免费的户外演唱会 一起等待新年到来 想象一下 这350万的人群 挤满了只有5.2平方公里的海滩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7万人 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动弹 这个夜晚最后以一场海上的烟火表演结束 虽然有人认为 很多观众只是来看烟火的 但当落实都华开始唱他的金曲串烧时 人们立刻又投入了狂欢的气氛中 跟住音乐一起舞动 这大概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第二名 九龙城寨 看到这张照片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纽约或东京 甚至是上海 但实际上 这是地球上曾经最密集的人口聚落九龙城寨 位于香港的九龙城区 这个城市已经不存在了 但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到1993年 它曾经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这个地方曾经是军事要塞 但在二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占领 这个城市就变成了 一个充满流浪者的地方 那些无处可去的人只能躲在这里 因为在当时 九龙城寨属于政府管制盲点 任何的行为在这里都不会受到约束 正因如此 各种各样的社会人士蜂拥而至 在拆毁之前 有超过5万人在这里居住 而寨城的面积 却只有可怜的0.026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高达190万人每平方公里 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是我们所熟知的超级大城市纽约 东京等地方的数十倍 乃至上百倍 当然人口的激增 也让这个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九龙城寨变成了罪恶的天堂 到处都充斥住各式各样的违法行为 实际上这个城市曾经在数十年里 被黑恶势力统治 连香港警察也不敢轻易踏足进去 而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 九龙城寨清拆后 香港政府将原址改建为公园 并命名为九龙寨城公园 第一名印度大狐杰 印度大狐杰又称圣水沐浴节 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印度教集会 也是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的节庆之一 它的名字源自于印度古老的神话传说 相传 印度教神明和群魔被争夺一个狐 而大打出手 原因是狐里装有长生不老药 结果不慎把狐打翻 次第长生不老药 分别落到印度的阿拉哈巴德 哈里瓦乌江和纳西四地 时至今日 这次做城市平均每三年轮一次 来庆祝大狐杰 节庆会持续55天 在这四座城市中 阿拉哈巴德 被公认为是最蒙神明庇佑的 因为他是印度三条圣河的会流畜 虔诚的教徒自此 每12年会到阿拉哈巴德沐浴 祈求洗清身上的罪恶 他每次举行 都会打破世界上 单次最大人群集结的记录 这个人数之多的活动区域 甚至可以从太空中看到 仅32平方公里的活动面积 最多的时候 有多达1.2亿人参与这场庆典 也就是说平均每平方公里 就有375万人 是台湾人口密度的 足足5850倍 如果你被这些数字震撼 不妨期待一下 2025年的大狐杰 因为随着印度人口的激增 每一届的大狐杰 都将重新刷新世界记录 成为新一个世界最拥挤的地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以上的这十个 世界最拥挤的地方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按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